那我转动了 转介轩です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转介轩 这一集正式进入了整部作品的核心 男主角的身世之谜 Barian的阴谋等等 全部都透露出来了 所以我也会和以往一样 为这一集总结出观头感和感想 如果你有意见 又或者你不认同我所说的 欢迎你在这个影片下下留下你的Message 跟我Share 我再说一次 每影片怎么都会有剧透的 CureScare的特色 Share 杨康见杨国一次被一次离开 心留 死小子 一就是拍了丸子 一就是收了一本慕林被扣 后来得知杨国竟然收了一本 九阴真经的顶级慕林被扣 于是杨康就心留 如果落在我的手上一桶天下的日子 就自由可待了 但是又担心郭靖跳出来格格之后 于是就放出流料 等郭靖以为蒙古迫杀到商若城了 所以就马上逃回去Bicca 完全中了调虎尼山之计 同时杨康也命令金轮法王 去抢杨国手上的那本九阴真经 金轮法王? 不过 彭珍欣赏你是一位廉武的器材 并不想出手相离 只要你乖乖地把这本九阴真经 担受襄阳 之后的事 彭珍绝不追究 你骗招啊 这本九阴真经是我义父留给我的 你想拿走 先问我拳头 彭珍念在你是杨康的儿子 不想为难尼 远你都是乖乖地给了我 比比比 膝头对上就是比 那就是没想到调 调你老母 有命走出这个门口再说 奸得世啊 敬酒不饮饮罚走啊 好 我怪彭珍手下无情啊 果然就还跟杨康大致的十八回合 结果最后就利用了他相 但最终九阴真经都落在金轮法王的手上 今次 混蛋了 现在你是杨康的儿子 本身就送佛送到世 送你去归室 杨康 你一路好走啦 正当金轮法王要怼塌杨康的时候 小龙女就飞身撲满去救杨康 由于刚才一战金轮法王也怨气大伤 于是就拿着一本九阴真经撂了他 故意 故意 而最重要的鼻吸都已经被抢走了 不知道接下来 那个鼻涂将会变成如何 这一集很多东西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了 记得在第九幻我曾经推测过 可能Varian获得Little Star之后 就可以完全可以復活 可能这个才是Varian的真正目的 上次我曾经推测过 因此我大胆很推测 主导是Varian利用自己的DNA所培养出来的 Jingo Ultraman 结果大家有眼看的 由此可见 喂 他是天才 天导英才 正因为男主角不是一出生就是Ultraman 而是被人工培养出来的Ultraman 也都说明了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道具 来启动体内的Ultraman力量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以Ultraman的形式成长 而且他也没有能控制和运用体内的Ultraman力量 他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实现Varian的阴谋而被CREATE出来的失业体制 CREATE 先回来 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剧情 我发现了一个不知道是BAC还是ORIGENAL的石狸 男主角是在19年前被奸角送到基地的上方 但CREATE 不是在6年前 即是男主角13岁的时候所发生的灾难 假设BARIA的所有阴谋都是在6年前开始策划的话 那他并不是有原知能 你预测他会和整个银行同归宇宙 以Ultraman为了拯救宇宙的时候 就会将自己的驱体转变成Ritter Star 给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6年后他就被奸角去诱导男主角成为主导 来替他去收藏Ritter Star 来怀疑Ultraman力量 所以或者抢劫了他所有Ultraman力量 来给BARIA复活呢 不用这么多阴谋论啊 同时劇情发生到这样的地步 又衍生出几个疑点了 假设BARIA是真的没有所谓的预知能力 那他为什么要接受奸角的建议 在19年前就种植这一粒种子呢 莫非他是打算培用一个属于他自己的Ultraman 来协助成为这个宇宙的独裁者 Crisis明是在6年前所发生的 为什么要等到6年后才来执行所有的阴谋呢 在这些空窗期到底奸角和BARIA在囚犯什么 奸角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宇宙做BARIA的狗呢 难道宇宙人的生命和价值都是动箭的吗 Littlestar和Ultra Capsule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曾经提过的 至今仍然是一个迷 但假设Littlestar真的不是Ultra King的区体 所以我转换过来的 那这个material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它又有什么特性呢 可能这个也是奸角和BARIA 要Q起一场战争的主要关键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问我下一集还不做官后感的影片 当然做啦 只要我还在生 老虎蟹都会做 因为下一集可以说是气肉 怎么到我不做啦 再说下一集男主角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预告里面的那位老人家和男主角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非是曾经培养男主角其中一位研究室的staff 或者是将他抚养成帝的AIA雅爺呢 而且下一集 G多都会获得新的交流 新的力量 至于他的形态有多厉害 记得守住我们的channel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不要忘记点击我右上角的butter 来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你已经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可以按这里的小叮当 这样你又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所发布的最新影片 by the way 如果你是喜欢我这个影片 请你给个like我 和share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个message给我 不要忘记去我的facebook fanpage 给个like我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这里会有几个推荐的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进去观赏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投注来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的影片的内容是怎么吞的 所以之后 待会儿